好的 各位观众老人们 大家的早上好 中国好玩笑好 我是国际杰说 狗头骑 续久未见 我们充满活力的火腿少女露西亚 然后来对上招饼 非常野蛮的野人 非常野蛮 就打法很野蛮 想必你们也见过 这个兄弟野蛮是有名的 英太是那种脑痰 他就是标准的野蛮 如果说要解释一下这两者之间的区别的话 我只能说都是我编的 区别真的不大 好 那我们来看回这一场了 这边下中条放倒 好 踢一发中条 两发 第三发 第四发 对手还全吃 真的是 这个游戏可以这么晚的吗 就一脚循环单曲循环播放 最后一发下中条直接带走了 今天我们统计一下 刚才脚饼一共出了几发中角 无论他是蹲着的还是站着的 出了几发 请你打在公屏上 好 上来第一灯 脚饼这边是一轮狂暴的中角 直接收走了他的对手 告诉我们 这个游戏其实你不用想特别多 你觉得哪个招好使 你就反复用就是了 对吧 脚饼开场一击斜踩 没有踩中 好在对手没有第一时间反应过来 对手不是那种极限的高手 这边只能凹一手 凹完以后就往前突 突完以后对手继续要被压 这角色身为凹完以后还能压起身 非常的棒 这边重拳打中一个插盒到了板边 重拳摸一下 下中条点中 这边想要跑到对手脸上刹车去择 对不起 这东西我觉得脚饼不会管你这么多 这里中条给到一个碎康 反手一个换边丢过去 摸奖摸到了 这摸奖摸到了后手的伤害 他准备打完嘛 不划算 浪费尾槽 连招的修正会很大 在这里晃 晃到了第一下 但是没有打连招就晃都晃出来了 在这里连头两下空了 然后脚饼一个起跳 这边落下来 反手一个生龙直接回去了 这里边也是马上一个生龙凹回来 两个人互凹生龙 在经过一轮激烈的交战之后 脚饼这边呕吐 呕吐完以后往前压 最后一发下中条直接带走 两个人进行了激烈的交锋 非常的激烈 就从刚才的那个生龙来看 火药味非常的浓 就照这个局势进行下去 两个人一般都要打疯了 像这种情况出来就上头了 知道 upperhead 头一上 生龙就血出 你像脚饼这种什么 跳到对手的脸上来一发生龙 对不对 你会感觉自己的智商受到了侮辱 那肯定不服呀 这边是被打拆了 别死了 打完再一发生龙倒地 凹不凹不凹 没有头状 没关系 脚饼这边的失误 只是给了对手一个虚晃 让对手感到害怕而已 EX两脚跺过去继续给压力 桑马这边因为晕点比较高 不敢跟对手抢 想要跳 只得被一个中拳拍中 脚饼也是不要命的 EX两脚跺过去以后 服二飞要跟对手再抢一下 竟然还让他抢到了 就像我们遇到这种比较菜的 对吧 点你个轻攻击 那你这波进攻就完了 好 这边是重拳连续的回 脚饼也是贴着脸放自己的vs 还不把人当人呢 重拳命中 但是后手没有任何的确认跟上 这都是确认挺难的 因为真的 持续的时间不是很长 没那么多时间给你判断 只得凹一手山龙出来 然后又是一个 啊 这是什么 他到脸上去拍vs 而且还是拍对手后面的 难道你是预判对手起身挥霍霍吗 我惊了个呆 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反正似乎很有用 这边被中拳命中了 一波vs开出来以后 连招失误了 非常经典的一波失误 这一中拳继续摸自己的脚 然后脚饼开出自己的VTA 一脚多重 好了 这游戏要结束了 神龙 啊 这下出大事了呀 就造版别了 看一下 下重了打拆 哎 这边还带C 啊 舍得 舍得 真的舍得 所以我这个时候带C也行吧 他也没别的东西好带了 他下重了vs能取消什么的 对吧 这个能量必须得用 你不用 脚兵下一波跟你来猜一猜 你又说不准了 对吧 因为那么关键是个赛点 该教的就教吧 好 那接下来就到了第三等 上来一波跳路直接吃一发生龙 脚兵这边起身就抢 强撞了vs往前 呀 追过去 中角点起来 不给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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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了四发中角 最后被对手霍霍躲开了 这边 一脚踩过去 刚好介绍 不过连招没有 先 教兵这边 呃 中角又开始了 连环的中角 哎 这里被打了一下乱落 完了 呃 倒地 暈点很高 起身就是强 哎呀 太难受了 这个兄弟 呃 这边又是一个摸甲 然后开VT 应该是可以带走的 这个伤害够了 太奇怪了 教兵这个人 对吧 仗的自己不是人 就起身给你玩命 猜 来 搞 那这样比分是来到了1比1 双方居然打成了一个平手 其实从局面来看 我觉得教兵这边不像人的样子更加多一点 又把对手摁他的版面开始了 别死了你加中角的考试 这边 TC你打完 你疯了 这个 这已经是智力被对手削减到没有的这样一个状态 知道吧 一般别人看到TC两段没中就停手了 他打到了第三段 这边只得吃了一个指令头 升天了 这就叫失去理智的 知道吧 理智一旦没有了 游戏就结束了 那这样啊 教兵这边是拿到一个perfect 如何通过削减对手的智力 一步一步把对手带向死亡的深渊 参考一下教兵就行 中角命中 然后VS一波追上去 这边被对手投了 又是摸奖又重 教兵这个人就是起身的时候永远不信邪 这个死马永远都是同一招过去 永远都中 非常的微妙 好了 那教兵这边已经是解围了 一个火过来跳压一波 打不穿防守 这路西亚这角色呢也没什么很好的破防手段啊 这边是被跳入一波VT开出来要做一个搬运到板边 喷一口弹 拳拳以后再升龙 反向也来得及 再两脚跺过去 起攻击点完 往前追 这边也是摸脚摸起来 追过去又是被抢了 这个对局非常的疯狂 非常的狂野 死法也是一毛一样的 就是两个人一毛一样的循环 反复的打 看谁的运气更好 好像就是这个对局的真谛了 怎么回事 你看这就摔了 就好了 就好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